你们这又做什么了,怎么这么香啊?我过来看看,有什么能帮得上忙的不? 四婶来了,进屋坐吧。 这是基本的礼貌,其实玄妙儿也就是客气一下,她来一定是有目的的,不知道这又是要做什么。 这是做了什么呀,这么香呢?给四婶看看,四婶又不抢。 不抢?谁信呀? 玄妙儿指了指那盆猪蹄汤和那盆大骨头。 猪蹄子是给我娘下奶的,大骨头汤是给我爹补身子的,四婶随便看吧。 怎么就这两样呢?我闻着怎么有烧肉的味儿呢?你没藏起来吧? 那四婶自己找吧,能找到就拿走,想吃什么你自己拿。 我进去躺一会儿了,熬这两锅汤我也累了。 说完,玄妙儿进屋了,王氏看玄妙儿的架势确实没有什么,可是自己真的闻见了味儿,莫不是总闻不到肉味儿,所以这大骨头汤的味道也觉得香。 她伸手想在汤里捞块大骨头吃。 诶,住手!四婶,那是吃的,你怎么不用筷子只拥用手捞啊,那汤还喝不喝了? 你看你这孩子,吓四婶一跳。 四婶手干净,早上都洗了。 我这就看看这骨头炖烂没,怕妙儿响,做得不好。 不用四婶操心了,我爹都尝过了,挺好的。 谢谢四婶了,四婶要是馋了,我给四婶咬一块吧。 这点下浪货值得你们这么护着吗?那什么好东西呢?我也不稀罕。 说着摔门走了,自己总不能承认是自己馋了吧。 听见王氏的话,玄妙儿赶紧出来。 我以为四婶馋了,也就偷着在这儿吃点,哪想到她会连筷子都不用。 还好我哥出来了,要不然这一锅汤都要坏了。 玄妙儿还是想得太简单了。 四婶一直这个德行,你们看见三郎和五郎那衣服了吗? 哪里洗干净过?这就是祖母天天骂,要不然四婶都得生屈。 玄瑞想起了刚刚王氏那手要放到汤里,就忍不住的恶心。 好在四婶做饭我也看不见,要是看见了,估计吃不下去。 以后咱们分开就好了。 哥,挑大块的果头和肉多的猪蹄子成两碗, 我给商务送去。 四婶没有捞到便宜,保证去祖母那儿告状, 咱们先把东西送去,堵住她的嘴。 玄瑞边盛骨头边叹气。 要是能分家,咱们过得一定好。 盛完了骨头,玄妙儿想一个人断去上房, 玄瑞不放心。 我跟你一起吧,这两碗里都有汤,不好拿。